一体式洗衣机现在越来越流行 它不仅颜值高占用空间少 并且功能还特别齐全 今天大崔就带大家体验一下 TCL双子仓洗红护集成机T10 这种洗红集成机安装的非常方便 想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 现在在烘干功能的洗机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洗红一体机 烘干只是辅助功能 多采用冷凝烘干 如果说你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烘干功能的话 那你就买这种性价比是会比较高 当然你经常烘干的话 一般你就看不上了 第二种就是洗红套装 可以上下自由组合 两台完全分开的机器叠加在一起 可以竖着也可以横着 两块屏幕分别操作 是纯纯的洗衣机加烘干机 这种洗红功能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就没有那么美观 都是比较大 背后都有大书包 另外就是洗红集成机 整体化设计 它一个屏幕可以控制我们的洗衣机和干衣机 并且它是相互配合可以联动的 衣服快洗完的时候 然后咱们的烘干劲就可以提甜的预热 比如两台机器叠加在一起 通常需要连接杆 直接增加了机器的整体高度 操作上面的面板更加费力 加上两台机器都是单独的独立操作系统 频繁切换操作也会有很多不便 双子舱T10洗衣机是无连接杆的一体化结构 好度方面它是一块屏幕集成了我们烘干和洗衣机的所有功能 并且一个屏幕控制两个桶一目了然化繁为简 甚至水电设计都是一体的 一个电源一个排出口 装修的时候你也不用流那么多的水口了 这样一台机器就集成了我们洗衣机热泵烘干 还有护理等多项功能 TCL双子舱T10它的侧面厚度只有555毫米 相比传统的洗衣机会更薄 这样的好处就是在我们考虑把洗衣机嵌入到柜子里的时候 它更加容易对于定制加剧它的要求也会更低 整体效果相对也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就真实测读一下TCL双子舱T10的真实使用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洗衣机功能 针对生活中常见的油字汗字等多种丸字 经验控水及控温技术 让它的洗净比提升至1.1 刚刚准备的白色衣物撒上酱油 都可以轻松洗净如新 它还有35分钟快洗快烘 15分钟洗涤加20分钟烘干 让你的生活更加快捷轻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热泵烘干功能 这边准备的衣物已经正常甩干 把它进行测试 放进去之后我们直接点击按键 就可以轻松搞定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我跟大家说一说 热泵烘干跟冷凌烘干有哪些优势 热泵烘干它内部有热泵系统 热量是以机器内部循环 它不需要对外部产生热量 相比来说会更加节能 你比如说我们摸这个桶的外侧 它就几乎没有太多温度 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那种冷凌烘干 这块是烫手的 它的热量损失会比较大 对于衣物来说 它会对我们衣物有更好的一个保护 双子舱T10洗衣机 它能够非常灵敏的控制温度 50度高温除满 42度低温揉烘 对衣物有更好的保护 尤其是一些高档的毛绒衣物 温度太高的话会对衣物有损伤 并且相对冷凌烘干 热泵烘干的褶皱也会更少 时间到了 咱们看一下烘干的实际效果 像这种毛绒的呢 它是相对比较蓬松 都有温度的啊 非常蓬松舒展 很好 就是直接可以用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的T恤是怎么样的 你看这个T恤呢 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褶皱 就是说 它是一个360度智能的翻转 它能够将我们的衣物更加舒展 烘干的呢 比较均匀 所以说减少了褶皱和打结 烘干护理功能 对于很多家庭是非常必要的 它不仅有杀菌储满功能 还有三加一四重的 一个我们毛线收集 最让我喜欢的就是空气血 比如说吃完火锅之后 衣物上的一个残留 它都可以轻松的搞定 看到这么好用的洗衣机 很多人一定在猜想它的价格 它只需要4500多 价格也是相当的亲民 像相同类型的洗红套装 少则要大几千 一般都要上万才能够拿到 所以说这台洗衣机 被很多人称为国民洗衣机 现在呢 这台洗衣机在全网 网购平台都可以购买到 这样高品质 并且价格如此亲民的洗衣机 已经没有拒绝的理由了